不判 走吧 三思 我留你一条命 但我数三下 你要是再也不吭声 我一枪打了你的爪子 今儿个我要不让你见血 我就不叫白玉娥 不怕嫂子费事 嫂子我 今儿个真没办法了 嫂子 各位 是我杨左心 让你们后九天伤了和亲 我没那个运气 没赶上黑大哥在山上 这完就我干了 给各位赔罪了 告辞 我去看来了没有 沈子 看看 前几天你不是跟我说 你把话已经传给心儿了 她为什么不回来了 沈子 这事你还惦记着呢 我不光惦记呢 我都睡不着觉了 不光话我传道了 人物也见了 我就不明白了 她为什么不给你回来了 说是要救一先生的命 就让我先回来了 看来讹子出嫁 她更是不会回来了 老大妈 老大妈 白菜沟 迎亲的来了 到哪儿了 到 到村头了 你快去 看看 快找蛾子 准备准备呀 太阳了 你快点了 这太阳了 最后一天 你快点了 他被人捡了 你快点了 你快点了 她是那些 你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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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点了 小雨 你在那里 你快点了 你快点了 诶 老乡 这是沃尔普吗 是啊 你是 你是福士生 赵小姐家的吧 是 有什么事 赵小姐将来来 送钱来 替杨胜的妹子推钱来 你怎么不早点来啊 你早来一会儿 恶子就不会让那个混蛋给抢走了 杨胜的妹子 咋了 昨夜跑出城的时候 被狗日子弹蹭破了皮 没事 已经上过药了 你没事吧 现在福士生 填满了通经令 满城的警察都在抓你呢 想着我可没那么容易 只是这一来 要想进城救人就难了 去过后九天了 我猜啊 你没见住司令 所以魏鬼不敢派人给你 你咋知道呢 自打后九天来了那个姓范的 这事就全变了 你说是那个范副官 他不是教你们练兵的吗 他嘴上那么说 可他心里惦记着后九天的人马呢 你是说他们想让黑大哥归属国民军 是啊 那黑大哥咋想 黑大哥倒没想归属他们 可山上不少弟兄们已经动心了 他们都说呀 这国民军是有钱有枪 跟了他们没准哪天能哄给这个掌 那个掌的 老孟 你咋想 我 国民军啥样咱不清楚 可国民政府是真入不了咱的眼 远的不说 就说这富士城吧 县太爷都换了好几回了 每个县太爷不得扒掉咱草民百姓 身上的一层皮 就因为受不了这 我老孟脸上才写了这么一个匪字 现今的世道 官场黑暗 励志腐败 兵僻横行 本分的人活不下去 才会拿出枪杆子跟他们对着干 理是这个理啊 可土匪终究是土匪 不是个名正言顺的行当啊 虽说是落草为寇 但只要有一个济世救民的胸怀 那就不一样了 你这话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难不成土匪也能成正国 那要看怎么想吧 老孟 你听说过 有个帮穷苦人打天下的党 帮穷苦人打天下的党 你是说共产党 对 早听说过 可人家能要咱这好人吗 老孟你想想看 走上后九天这条道的 除了我黑大哥 还有几个是有钱人 这话说起来 我跟他们也一样 也是穷苦人出身 要不是穷得没了路 我也不干这赢什么 既是这样 穷苦人投奔穷苦人的队伍 哪有不胜的道理 你这读书人就是读书人 这话说的人心里撂腾 上时候你把这话 也跟司令和弟兄们说说 将来让他们一起偷奔共产党 那就好了 走 再回后九天 你先回吧 我还想回城里去救杜先生 你还要进城 你把这个穿上 省得叫人一眼把你认出来 对了 把这个也带上 谢谢 居座 居座 这通缉令 贴出去的时候不短 可一钉点杨作新的消息都没有 我想 小胜 这通缉令 是不是应该撤回来了 只要杜丽一在我手里 他杨作新就不会不露面 以杨作新的脾气 绝不会丢下他的恩师不管 对 是这个道理 你的人都布置好了 他所有可能落脚的地方 都派人盯着呢 只要他敢露面 马上打人 这不 不是抓 是撵 撵 对 要打草惊蛇 把杨作新撵到赵学琴家里去 您这是要 我要拿住杨作新是共产党的铁证 置他于死地 莫非 赵学琴也是共产党 这些你不必多问 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是 赶快吩咐下去 然后到大牢里去 去大牢 我要亲自提审杜丽怡 我要亲自提审杜丽怡 杜先生 我们局座来看您了 杜先生 这 眼镜 这杜先生 好歹也是咱们先生 这即使是罪犯 也要格外地照顾 怎么给打成这样了呢 快快快 把这都卸了 卸了卸了 这属下不知啊 你不是我的卸手 不要再演戏了 既然先生什么都清楚了 该说实话了吧 你让我说什么 说出 浮世成共产党人的名字 说出玉林道 和你街头人的名字 说出你的上司 我是不会说的 我说 我说 先生 请您看看我为您准备了什么 从我参加共产党那天起 我早就把生死置之毒碍了 死 我怎么可能让自己背上杀害先生的罪名啊 我要让您生不如死 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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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